我们已经到布鲁克林大桥了 又要来回忆一下 在布鲁克林大桥的感觉 没想到这里观光客特别多 超多人的 纽约时代广场也没有这么多人 反而是这里人超多 这一路上桥 他旁边都是摊位 我一直觉得我距离那个门越来越近了 我现在在这个布鲁克林大桥 才真真实实感受到以往我来纽约的样子 就是人特别多 观光客特别多 今年我在Times Square 或者是在上课的路上 其实人都没有很多 反而是 反而今年布鲁克林大桥是最popular 就是很多观光客会来的地方 连我去中央公园人也没有这么多 这一座桥真的蛮受欢迎的 哇 好怀念喔 这一座桥真的很厉害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每来走 就是觉得很神奇 我忍不住要拍这个画面给大家看 有没有 有没有想到蜘蛛人的电影 这座桥真的太经典了 我眼前的画面有多美 我身后的画面有多美 我有多美 你们看一下这个多特别 人家都说这个锁头啊 这种锁就是为了什么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可能锁住爱情或什么的 可是你们知道吗 它这个其实是锁在一个那个 就锁在这个路灯上面 我觉得好好笑喔 这样你们的爱情锁得住吗 路灯耶 这个360度的这种摄影的 叫做一个体验啊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歌 啊 算是好的感觉啊 从头到尾都播一样的歌 我已经到桥的另外一端了 然后它的地上就写着 欢迎来到布鲁克林 我记起来了 我之前来的时候 是从布鲁克林这一端 走回去曼哈顿岛的 因为这个入口真的不好找 曼哈顿岛的那个入口还比较简单 这也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街 但是前面那座桥是芝加哥大桥 你们觉得咧 就是目前只看到芝加哥大桥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布鲁克林大桥 可能角度不对 但是这个view就已经很漂亮了 给大家看不同角度的布鲁克林大桥 就在前面 这里蛮舒服的 你们看一下曼哈顿的试容 我觉得这个角度的曼哈顿看起来真的超美 是不是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日式餐厅 然后进来吃饭 这个餐厅 你看它前面那个view 不如克林大桥的view 还蛮漂亮的 这是我们刚刚点的一些炸肉酱 煎饺 我以为量会是10克 结果它只有5克 还蛮少的 而且蛮贵的喔 我刚刚这样看那个菜单 光这5克就要11块 还是十几块的 不便宜 就是温温的这样 我要来吃这个日式唐洋鸡 它外面这个粉没有炸干净 没有很好吃 因为刚刚去吃日式餐厅吃不饱 我没有跑来吃猪肋排 我刚刚点了一碗饭 然后饭有配2 size 然后我就选了这两个 这是波兰先生点的马铃薯 应该是地瓜泥吧 好特别喔 刚刚我们去吃的日式餐厅 我们才点了煎饺跟炸鸡 量很少 那样的要价就要31 30 大概要31块美金 就对我来讲31块美金 那样的量实在是太贵了 但是因为没办法 它是在观光景点的餐厅 所以它真的是要价超贵 它的酱没有准备的酱那么厚跟那么多 然后还蛮软嫩的 就是一咬它其实骨肉就分离了 但有点偏咸 不过整体上是真的很好吃耶 这个米饭就是标准的泰国米 这个菜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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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吃吗?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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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45块美金 它真的是地瓜泥加核桃 蛮好吃的 各位 各位 这一餐 这一餐 这样子45块美金 比刚刚在吃那个日式餐厅 CP值还要高很多欸 它其实还有提供BBQ的酱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它酱比较 比较不是那么厚吗 桌上的酱料都可以加 然后点肋排啊 有免费的这种 腌制高丽菜提供 不用钱的 这家餐厅的名字叫这样 它是在 纽约的下沉 在14街的附近 如果你有来纽约的话 这家你真的可以来 然后波兰先生说 这家肋排很好 是因为它没有什么肥肉 它就是都是瘦肉 你们看我们吃的 都吃完了 那因为那个意大利面啊 因为起司太多 我真的没有办法吃 这家餐厅我推 这边消费很简单 它就是这样子 一条线 你要先点肉 点副餐 然后饮料的同时结账 就是这一家 这一家乐牌店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 很好吃 走吧 好 这家店啊 我在好几年以前就来买过 它都是手工的一些蜡烛啊香粉 我很喜欢 然后现在有机会再回来买啊 还蛮开心的 就觉得好怀念哦 我之前买的是它的那个 就是身体去脚趾膏 然后接着来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那个 它的那个香粉蜡烛 我就我很喜欢 后来我就决定要买了 好好哦 它还送了我一个身体的乳液 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外面长这样 就是很多花束 这一间真的可以可以来 而且全部都是手工的 我这都没有东西 请不吝点 我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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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起来 我拿起来 你拿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